我剛好聽到的 我在這裡再講一下 他有很多東西可以彈的 我講一首歌 最具有代表性 早年最具有代表性的歌 先不談我是一片女 那其中最早的 除了助女性以外 有一首歌叫做 溫暖的秋天 那溫暖的秋天呢 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我記得我拍浩克漫游的時候 我在他那個院子的時候 還特別提到這一首 那你以後回去 你可以聽這首歌 鳳輝威唱 珍妮唱 跟那個後來的那個 玉女歌手林什麼 林慧平唱 三個人都唱過溫暖的秋天 因為這首歌為什麼一定要提他 因為溫暖的秋天出來的時候 曾經鬧雙包案 劉家昌作詞作曲 可是劉家昌這個人真的是很怪 這個是個公案啦 但我覺得這個人很不應該 你怎麼可以讓 鳳輝唱 珍妮又唱呢 讓這兩個 那時候最紅的人 就完結嘛 兩個人不合嘛 不爽 好 那這個公案就不講了 那溫暖的秋天 劉家昌也自己唱 但是你現在把 因為現在有Google太好了 有Google以後 你只要打溫暖的秋天 珍妮 跟溫暖的秋天打鳳輝 你聽比較一下那個聲音 非常有趣 溫暖的秋天因為是最好唱的 你不要聽2008年 鳳輝唱的 因為他溫暖已經50歲了 他唱出來就比較自身腔圓 你要聽1970年代 溫暖的秋天原唱的歌樂曲 鳳輝的唱歌 那個台灣腔很重 可是 那個時候有一種少女的鳳輝那種非常好聽的 他用天生的歌 哇 他唱得非常迷人 好 那你聽了 因為現在沒有時間聽 你去聽 做對照 你一定要去聽真語的 一樣的溫暖的秋天 哦 那聲 智政腔圓 國語非常標準 你會聽到他歌 那個溫柔度 柔軟度 比鳳輝的更溫暖 更柔軟 可是 他就少了一種親切 一到自身腔圓 你就覺得 一唱 你就好聽 好好聽 可是好好聽的時候 離你很遠 離你很遠的好聽 不耐心 離你很遠的好聽 但鳳輝那不是 那是離你好近的一種好近的東西 你說不上來 就是很順當 好 可是在聽林慧平的 林慧平的唱的歌 你就覺得 不想聽 不能這樣講 但是他聽完以後就覺得 那是少掉一種味道 或者少掉一種 接到你的東西 就是太年輕了 那個歌 裡面沒有一種東西是 來自於 他打拼過 他太 很平順的就唱這首歌了 但是鳳輝在唱這首歌 你會感覺到 他背後有一種 他努力出來的 努力要出來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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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上來 那種努力就是 就是跟你會站在一起 林慧平沒有 這個 這個